新民宿舍要帶大家來關心政黨的消息 民進黨來的總統基金一切不扶上台面 尤其新貼流的熱清潔 最近一直比共出馬來跟特選的一位總統 向原本志祺割英文的黨來人數最黨的中心 煩惱民進黨來的分裂 包括民進黨和議員黨部主委割議議 保抵政黨讓媒體二十多名 加議保抵政民和紀綻理黨 集結標台支持割英文來選的一位總統 主委割議議說 保抵政有百分之五的基民洩割 他們一直基盤割英文可以出賣 來獲得一家的總統大位 民進黨和議員黨部主委割議議說 割英文一定是保抵政民心中最理想的總統臨選 尤其他割割 保抵政民一直基盤 可以選出一個割割的魯總統 例如近來民進黨代表高官民標台 不希望割英文出來參選 割議議說 當然本來就有不一樣的審議 這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當然他也希望割英文可以 差不多有五十五%的人都選擇 所以說我們保抵政一定要率先表態 來支持蔡英文 支持割英文 當然對我們的保抵政來講是 延續有很多建設都在等我們的割英文 總統 當選之後來為完成這個工廠 來做好事來帶動我們保抵政的觀光 他也希望割英文當選議可以對我們這個小城鄉 小宜村多加多點關注的顏色 保抵政中單位表示 割英文是最理性最尊重專業 而且堅持社會政議的如性領導人 他在民進黨最壞的是擔任黨主席 替民進黨無款解割這部問題 讓民進黨贏回人民信任 在一次一次會選議當中處理勝利 這次希望割英文再處勝打 割領民進黨中間接政 割英新聞 中代行 報地點 財控報登 請問